每年4月都是航空業傳統的淡季 不過在今年繳出來的 營收表現我明確相當的亮眼 這個淡季不淡 接下來航空股要怎麼布局 我們先給大家一個結論 就是航空股在接下來的基本面 都還是會非常的好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從營收 來去做觀察的話 大家看圖 第一個是華航 那今年的這個最新營收 跟去年年增率比起來 是9.1% 長榮航17.4% 新宇航空跟台灣虎航 都繳出了將近年增50%的 獲利成績單 那最主要當然還是因為 需求非常的好 需求在哪裡 來自於觀光的人數 我們從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這個IATA 他對今年整個產業的展望 來講的話 預期今年全球旅遊人數 會來到47億人 這比疫情前2019的45億人 還要來得更高 然後再來 他已經超越疫情前的水準 所以我們原本講說 這個觀光是不是只是 暴復性的 現在看起來不是 沒有 它持續一直都很熱 對 它會持續一直都很好 那這個航班數也超過了4000萬 也超過了疫情前 這個是在需求面的部分 而在供給面 因為在前一陣子 大家還有印象嗎 波音有很多飛機上面的問題 所以因為安全的疑慮 在今年的交機數量 是明顯的下滑 那你沒有新的飛機 代表你的運力 其實是在下降的 那你也相對的 支撐了票價居高不下 剛剛魏良已經幫大家分析過了 航運股 那航運股通常都是怎麼樣 運價太高 再來還會有貨運 空運的部分 也是未來的題材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技術型態的話 其實今年這個長榮行的獲利 大概都可以維持在4塊錢 全年4塊 股價不到40塊錢 特別是投信在這裡買了很多 一方面也是因為ETF可能有換股 但以基本面來講的話 它的評價 你說有沒有機會 可以往40 十倍本益比數做靠近 是有機會的 對 因為現在本益比數